这里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 网友说 每次在实战的时候 我拉完下旋之后 接下来那一棒总是打飞 是什么原因 就是要怎么做 这里我给他提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到这三点 一个是我们的步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动作 再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打球 触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步法首先我说步法 步法的时候你看 首先我们说步法 步法的时候我们是 我们拉下旋球 拉下旋球应该是路是比较靠近 比较靠近弹去拉的 下旋球因为速度不是很快 不会退弹 拉完下旋球之后 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退一步 那我们拉完下旋球 这个步法该怎么测呢 先测右脚 我们要先测右脚 为什么要先测右脚呢 这就跟我们 我之前说的我们右脚去找球 是一个道理 我们拉完之后 右脚测过来 如果球来得真的非常快 我们左脚回不来 我们这样子也可以打了 也可以打了 那我们也可以打了 因为我们已经拉开距离了 如果你拉完之后 你测左脚 再测右脚 那么你拉完之后测左脚 那球来了 这些就顶住了不行 因为就顶住了就不行 我们步法应该是 应该是拉完右脚撤回来 右脚先撤回来 左脚再跟回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倒退的一个跨步了 倒退了一个跨步 倒退了一个跨步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 我们下拳球 手要放低 那么上拳球 我们手要放高 手要放高 平桌子 在球台的上面也可以 在球台的上面也可以 球台的上面 放高一点 在球台上面一点 就可以 就可以 放高 收小臂了 因为上拳球 它过来的速度会比较快 过来的速度比较 我们不用去转腰去再去打 转腰去打 我们可以建立 收小臂就行 拉完一板之后 收小臂就可以 收小臂就可以了 这是 那还有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 出球的时候 我们的球拍一样压着 因为上拳球 过来是上拳球 那我们就要打球的上面 我们过去 一拉过去那个球 接过来那球 肯定是 应该是比较转的 要不然你打不出去 你不会出界 应该比较转的 那我们就 拉上拳球 摩擦 压住它的上面 摩擦 要做到这三点 引开高 收小臂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侧步 引开高 侧步的时候 引开的时候要高 收小臂 打球的上面 动作就是 拉往左侧 收小臂 扭到下面 拉往左侧 收小臂 拉往左侧 收小臂